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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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員腦力為港爭光 背後付出無限的汗水和時間 將來退役之後要發展第二事業 挑戰性也挺大的 所以就說要在他們計劃退役 以至退役之後的初期 就要好好裝備好自己 這樣才可以做到輕鬆轉型 在空手道港隊十個年頭 陳考欣的主項是早手 也就是搏擊 征戰賽場多年之後 June在2015年退役 但未有放下空手道 透過港協企奧委會的 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配對到這間中學 擔任體育推廣主任 將空手道帶入校園 由最初計劃、籌劃 以及關於適合訂購、採購 還有設計、健身室設計、器材使用 怎樣宣傳、帶同學去比賽 帶隊去海外集訓 都是一個人生的經驗 實際上我們平時以前做運動員 可能經常只練習 或之前是讀書 完全沒有這些經驗得到 學校有老師的帶領 還有學校有規範 跟著做,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有這一位前港隊這排成員坐鎮 校隊的成績突飛猛進 在校制賽贏得多項的錦標 同學們都歸功於June師傅 很奇妙 因為很少學校 會有空手道課會活動 很慶幸這裡有空手道課會活動 我可以透過這裡 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 增加經驗 因為女士June 她是以前的空手道運動員 她參加過不同的比賽 可能國際賽事 她也參加過很少 她的經驗可以令我比賽的時候 比較放心 尊師傅是一個挺嚴格的人 她不僅是對自己嚴格 她對我們也會嚴格 在我們做錯事的時候 她就會糾正我們 然後給我們適當處罰 當下其實是很不甘心的 但我們也會明白到 如何去做好更好的禮儀 嚴師出高圖 陳考欣就說空手道不僅鍛鍊技術 對學生的身心發展都有幫助 空手道比較特別 它是精神 譬如我們每次上課有禮儀 有紀律 還有鍛鍊、操練、修煉 令同學們覺得 原來真的要認真做這件事 還有這件事 不可以這麼快有結果 有成果 我們要每一下努力付出 這間中學 由2015年開始 參加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 校長就說 不僅提供就業和實踐的平台 協助運動員轉型 校方也有很大得著 這個計劃裡 其實每一年都有一些定期撥本 我們可以運用這些撥本 就可以做不同的項目 包括我們可以構置一些硬件 除了一些財力資源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 這個計劃也希望可以 引入多一些運動項目 運動員退役轉型的成功例子 怎麼會只有一個呢?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